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个影片我们是单元9指数与对数 我们现在来看指数与对数函数图形的应用的第二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题目其实反而比较难 这个部分题目没有那么难 但是要特别提出来的原因是 在大考里面他很喜欢考指数与对数函数图形的一些性质概念 那我们就直接从例题来看到他会考哪些概念 那第一道例题可以看得出来 他要叫我们比较ABC三个数的大小 要么注意到A是2.6的10次方减掉2.6的9次方 B是2.6的11次方减掉2.6的10次方 有没有感觉到都是2.6的几次方 对不对 9 10 11 所以呢 如果你单独以为就是要去算2.6的10次方 慢慢去算 这样太慢了 要能掌握到他其实就在考你2.6s次方 这个减数它的图形性质 所以如果你对2.6s次方这个指数减数的图形 你先把它画出来 我们知道指数他就是凹口向上来递增这样一个图形 那当你把这个图形画出来之下 你看那A2.6的10次9次之间的差量 那就是在这两个位置它的Y的差量 所以那B呢是11次方跟10次方的差量 所以根本就是这三个点嘛 我们把这三个点描绘出来 就是说你把S带9跟S带10跟S带11进来 那A呢就是第一个点跟第二点的Y的高度差 B呢就是2跟3两个点的高度差 也就是说我们画起来的这一段 那很明显的这个指数减数呢 不仅递增 它递增的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就我们所谓的凹口向上的概念 所以不难看出啊 那个图形后面那一段的Y的高度差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这里就在告诉你说 凹口向上递增就是越来越越陡的意思 越来越快 所以很显然我们的A是比B来的小的 对不对 那C呢还有一个C 2.6跟2.6的11次方减掉2.6的9次方 那不就是把AB这两个数合起来吗 就这两段加起来就是从11到9这两段的差量 可是它要除以2 那其实那个意思呢就是平均 C其实就是A跟B这两段加起来除以2 那既然B比较大 A比较小 那平均数是不是就差上它的中间 所以显然我们这一道题目的答案就是 A小于C小于B A小于C小于B 是不是就等同于我们的选项4 你答对了吗 所以掌握凹口向上 而不要单纯只看到那个数值就以为你真的要去算 那它的选项 它通常选项里面不会提示你 也不会给你那个Log2.6 所以我们接着看下一道问题 一样你看到这个题目里面一开始就说 函数图形Y等于2的S次方 那所以当然就是先画图了 一样刚刚这个2的S次方 底数比1大 就凹口向上 这个图形上有四个点 分别是S坐标为 -1 0 1 2 这四个点 那我们就把这四个点标示出来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因为凹口向上 所以由刚刚的概念 那一点一点的递增的量就会越来越大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选项为什么呢 点B落在直线AC的下方 其实你就可以画画看就可以了 你把AC画下来 你就发现真的点B就在AC的下方 这个就是图形凹口向上的一个概念 所以重点是因为凹口向上就会有这样的概念 把这样的概念 其实它也考成用数学的含义 那个AB两个点 的中间点 其实就是2的一次跟2的复义是除以2 按照算计不等式 它是不是会大于 因为他们两个数不相等 它就会大于他们两个数相乘开根号 那你把这两个数相乘 你会发现就是2的零次方 所以那个2的零次方呢 其实就是那个B点的Y坐标 所以就是这个选项讲的那一句话 点B会落在AC的下方 其实我的数学式子就是 AC正中间的下方 一定B一定在他们的下方 所以下次你还可以考右边这个数学式子 当然它就不会给你这么漂亮的数字 可是我把它转换成代数式子 你看得出来 凹口向上它的代数形式 就是右边括号的这个概念 第二选项为什么呢 它说我们这个直线ABBCCD这三段 它的斜率当中以CD斜率为最大 刚刚我们讲过嘛 因为你这个凹口向上它就会递增的越来越快 所以当然后面这一段就越来越陡啊 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概念跟上一体的概念其实很像 就是我老师常讲的 它考过的概念会重复考 可是好像感觉上包的包装子不同 可是你打开包装子里面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第二题的这个选项 当然也是对的啊 因为它增加的越来越大 增加的越来越陡 好来 那第三个选项为什么呢 ABCCD四个点 以点B最靠近S轴 最靠近S轴就是Y最小 那这个图形你只要画出来 你就发现当然不对啊 是A点啊 因为它是递增嘛 对不对 递增的话当然是A点最低啊 好来 第四个选项 实现Y等2X 跟Y等2S次方这个指数有两个焦点 那感觉你就是真的画图 可是秒点记得我们在第一支影片里面 前一支影片里面 是不是有提醒你 秒点绘图要小心 其实Y等2X就是也是多项式嘛 那你这个指数应该不难理解 2X次方后面一定会跑得比较快 那就代表它没有焦点嘛 请你慢慢多秒几个点 Y等2X 0的时候带进去是0 可是1的时候带进去2 如果你刚刚有把ABCCD四个点 外坐标都写下了 你就会发现 点C呢 其实就是S带1进去 它也是2 所以就代表 这条直线会交于C点 再多秒下一个点 你S等于2的时候 你就发现 第一点 也就是他们的焦点 S带2进去 他们两个函数都是4 所以考的真的 这学生考试是很简单 你没有刚刚我们讲的一些数学 跟你慢慢多秒几个点 你会发现 这两个函数呢 它会交两个点 那后面不会再相交了 因为那个指数 就会在这个直线的上方 所以 这个也跟我们前一支影片的 讲两个函数的焦点的概念 也有点像 只是这一题比较简单 那第五个选项呢 A点跟C点对称为Y轴 你看这图就发现不对 它为什么会这样 对称为Y轴 因为它说一个S带1-V 一个S带1 S带1跟S带1-V 如果会对称的话 那就代表你那个函数 比如说你函数 X如果加了绝对值 或是像什么S平方的 超越这个概念 所以第五个选项 一看就知道 看图就知道它是错的 这样看起来 这一题学色考题不难 可是你们发现 它中间其实隐含着很多 这个指数函数 呈现出来的概念 它如果现在是在考的时候 它就会考的会变难 所以不要只会这一题 要把这一题它考的概念 要把它弄清楚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问题吧 来 这道题目很长 我觉得这道题目还蛮好的 一般人看到这一个 它就告诉你说 好像一个班级 它把那个分数去把它调整 那之前大考考过一些 线性的调整法考过 非线性的调整法 有一次考过了一个10根号X 这是第二次的非线性调整法 所以我觉得是难的 但是它表面上很像统计题 可是其实我觉得它是对数函数题 为什么呢 因为它调整的那个函数呢 是40乘上Log 10分之S加1 再加60 这是一个对数啊 它是一个对数的调整法 那当然前面它有先导印 可是如果你对对数的图形 有概念的话 你解这题就不容易踩错 为什么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 这个人呢 如果原始分数是9分 那问你调整后几分 对啊 你就把S等于9带进去就可以了 就会40 Log 你看10分之10嘛 10分之10就Log1嘛 Log1是不是就等于0 所以就是60 你考9分就会调整60分 通常这种调整 你都会觉得好像分数会变大嘛 才合理嘛 对不对 好 可能调整变少的话 学生会抗议啊 好 那第二小题其实也有重复了 对不对 如果原始成绩是20 所以你就把20带进去啊 你把20带进去 其实就变Log10分之21啊 好 21除以10就10分之 就是2.1的意思 好 那关键是 40乘上Log2.1 好 那个Log2.1 它说它 没有叫你把它算出来是多少 跟第一小题问法不一样 第一小题是说 为多少 这也是说超过 所以 这以前是没有计算器的嘛 如果现在有计算器 我们就打一下Log2.1嘛 以前它大概都只会给你Log2 那你知道Log2.1 它递增 所以一定比Log2大 Log2大概0.3 你大概用0.3带就可以了 通常会给0.3 0.10 可是你看这里 0.3乘上40 40的话 这就12 12加60 是不是就72 所以 先算一下 大概就可以知道 它一定比72大 它说它会超过70 所以当然对 好 那关键点的第三个来了 它说 调整后全班的成绩的全距 最高减最低 会比原始的全距来得大 想想看 会对吗 如果你 对函数 了解还不够透彻 都不会的话 我们总会带点 对不对 那一般呢 我开始就会说 那我原始是x 我调整后是40Log10分之s加1加60 对不对 带点 带多少呢 因为它告诉你说 每个人成绩都没有超过59 那你想到最低几分呢 很容易想到说 那我最低0分 最大59分 0分带进去 你把s带0进去 就可以算出 调整后是20 你带59进去的话呢 你59加1 59加1 那是60 那就会变成那个地方是 Log6 Log6理论上 它又会给你 Log6就是Log2加Log3 你也可以算得出来 大概91大约 好来 那所以呢 在这里 你很容易如果你用0到59 你就会发现 原来的全距是59 可是调整后的全距 会超过71 对不对 所以好像 这个选项 是对的 对不对 全距比原始的成绩 调整后头会比较大 可是 它有告诉你 原来的就是0跟59 其实它也有在提示你 好 而且加上你对Log6的理解 你现在Log6的图形 那个弯弯的凹口向下 Log6遇到后面的时候 几乎 地震得很慢很慢 如果它是在后面 地震得很慢很慢 全距不会拉大 第一小解是不是也给我们说 原始的成绩是9 如果我们用一个9开头 调整后是60 你把这个表给我把9填进去 你会发现 你从9到59 增加50分 60到91 才增加31分 如果你的最低分是9 那这时候我调整后的全距没有变大 对不对 所以这个选项不一定对 不一定对就是错 你就不能选 所以设施这一体难的地方 很容易以为就0到59 就误选了 如果你对 如果这个函数稍微再想一下 它的图形再想一下 你就容易再思考深入一点 那第三个选项 你就不会用那么直观的0到59 再来第四小题 它说全班的中位数呢 调整如果小文是中位数 那调整后小文还是中位数 中位数就是排序排在中间嘛 那这个log 虽然它不是原本的那么简单的logx 可是你看 基本上还是一个以时为底 的一个log的函数 所以呢 它的大小次序不会改变 它是递真的 你原来大的就是大的 比如说你看 看上面那个表格 0959 跟调整过来 20 60 91 是大家都越来越大 不可能说 原本大的 现在调整后会变小 这样学生也会抗议啊 所以现在 你们的大小次序 是不会改变的 那所以你原来 站在班上中间的人 调整后还是会在中间 所以显而易见 好来 第四个选项 应该是对的 关键就是 你这个对数函数是一个递增 对不对 好 它是一个递增性的话 就不会改变那个次序 好 那第五小题呢 它说 如果小美原来是班上的平均 那它调整后也会是班上的平均吗 嗯 这个从图形上 确实就比较不容易想 所以你看它觉得比较难 摆在第五个选项 有时候这样 想不出来 随便举个例子嘛 对不对 如果你对这个函数 基本上会有这个性子的 大部分都是线性 线性函数 线性调整就有 可是这个是非线性的 你叫存疑 那我说起 你要拿例子 比如说呢 我们就拿一个 按照上面的表格 0跟9好了 如果全班的平均是4.9 那个小美是4.5 好来 那调整后呢 是不是20加60 是不是40 那那个小美如果是4.5 4.5经过调整 会等于40吗 你把4.5带进 刚刚那个复杂的 那个对数函数里面 好 就会发现不对 好 你看那个40 你把4.5带进去 是不是10分之5.5 你那个10分之5.5啊 你看那个 不可能刚刚好是40啊 对不对 那个一定就是无理数 他说刚刚好 就绝对不对 好 更好算出来 跟40还是有一点差距 所以第五个选项就是错 好 所以表面上好像都在考 我们的数据分析的一些 一个概念 可是我觉得实质上 他是在考对数函数 好 所以我们把 刚刚 他给我们的这个 这个对数的调整 这一个函数 我们把它利用电脑图形 把它画出来 好来 我们来画画图 来 就是说 我是用 Jorge 1 来画出这个函数 长这个样子 你会发现对数凹口向下 你会发现这个函数 前面快速拉伸 可是尾巴 其实地震的很慢 所以就是刚刚我们那个 第三小集就告诉你说 他虽然地震 可是他凹口向下 如果呢 你的调整 是刚好在前面这一段的 你会发现前面这一段 地震很快 可是后面那一段 地震就越来越慢 如果再往右边再多画 一小段的话 地震的就越来越慢了 所以 要能稍微思考 你要知道 你的调整是在哪一段 所以 他其实有考过 越到后面就越广慢 所以越到后面的时候 其实大家彼此之间 没有太大的差异 好来 所以 让你再把这个对数凹数 再加深印象一点 希望你对这两个函数图形 的一些信实 都有很深入的了解 要继续往前 加油啰 by bwd6